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学到了一些对于攻击的要诀 就是要击中对方的骑行上的弱点 或者说是我们要有这种敏锐的嗅觉 后来我再想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 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学习上面的一点点的经验 像板田荣南先生这部剧著 其实他的全名叫板田荣南全集 他大概有12集 12本其中包括布局中盘关子和他的实战的对局等等 基本上是很全面的去把他一生当中最精华的 他的这种对围棋的理解和他的智慧 都表达出来了 那我们像学习这样的经典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我们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 就是不要把它当成一个普普通通的 怎么说呢 就是一种这个学题目 或者说是普普通通的一种 一种这个课题来去这样去欣赏 一定要有这个更强烈的一种 对这个板田先生的这种 就是怎么说呢 一种恭敬 或者说是强烈的一种 对于学习的一种愿望吧 这样可能效率会高很多 会对我们自身是有帮助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我现在因为我本人啊 我自己之前也说过 我是非常不擅长进宫的 我是在学习这个板田先生的作品的过程当中 我自己本人是有很大的收获 不要看就是说 这个是可能几十年前的棋谱了 或者说是这个是已经过时了 我们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围棋它最本质的思维方式 和它最本质的一些逻辑呢 实际上是并不会过时的 那它有一些东西我们是在进步 随着时代的这个推演 我们对于一些局部的招法等等的 这些会有一些创新 但是它最核心的内在的东西 它的一种就是大师对它的理解 这些是永远都不过时的 所以我想呢 这些反而是最弥足珍贵的 那我们现在在很多时候 在市面上有看到很多围棋书等等的 那这些作品呢 怎么讲呢 不客气的说吧 我觉得这个level不够 或者说是这些书的这种价值 是很值得怀疑的 很值得质疑的 是很有限的 应该说是 因为这些大多数是凭我们现在的一种 就是一种感觉 或者说是一种这个叫做 不是很深刻的一种总结 去比如说花个一两年的时间去写出来 这已经算是比较不错的了 有的就是七七八八的一摘抄 就是形成一种出本书 或者说是就开始开讲了 那么我们应该学习一下 这个前辈的这种智学的精神 像板田中南先生这套板田中南全集呢 可以说是结合了他毕生的心血 就是他这一辈子 最最宝贵的精华 他一生也就只有这一套书了 是不是 那剩下的其他的都不是他自己写的 都是别人在写的 所以说我们应该学习一下 这个前辈的这种智学精神 这才是真正的这个学习态度 或者说是这种智学的态度 那我们来说呢 我比如说像我本人水平有限 能力很差 我呢这种虽然也出过这个一点点自己的著作 但是我自己都觉得 其实没有办法 自己都没有办法看的 这个水平是很差的 那么但是我 我觉得我有一种这个怎么说呢 对于前辈的大师们呢 会有一种这个恭敬心 会有一种就是 发自内心的一种感动 在拜读他们的这种大作的时候 在品味他们的这种围棋的思维 品味他们对人生的一些领悟的时候呢 还是会有很多的感触和感动 所以说这个也希望呢 分享给大家 就是我们在学习这种经典的时候 在学习这种很深奥的这些 祈礼的时候 在学习大师们用毕生的心血 去做的著作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来去学习 去面对 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 当然最终其实收获最大的肯定毫无疑问 不是大师 那个板田先生已经过世了 最终的实际的收益者呢 肯定还是我们自己嘛 好 那又跟大家成功的说了一段废话 那我们接下来还是继续看这个棋局 这盘棋 是板田中南先生直白 他的对手呢 哎呦 又得再废话几句了 这个不得不说 当然我这个 我这个废话实际上是单影 好 大家要知道啊 这个 我们要了解每一位大师 不仅是看他的棋谱 看他下的什么什么妙手 或者说是看他 学他的招法怎么怎么样 他这个官子怎么算的 这些我觉得不太重要 往往很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说 要 要摆这盘棋的时候 我们能怎么样才能理解呢 就是要跟他心心相应 就是我们能够体会到 他在当时 在他下这盘棋的时候 在他下这一步棋的时候 他的这种状态 和他的这种感悟 那这个我想是非常美的 如果我们能够跟大师之间 能够有这种心灵的交流 是非常的幸福的一件事情 但是怎么能做到呢 首先你要对他有一定的了解 是不是 所以说呢 我在这呢 也不妨跟大家再简单介绍一下 他这盘棋的对手叫做腾泽秀行 腾泽先生 我想只要是资深一点的棋友 肯定都听说过这个名字 那老一辈的棋友呢 应该是叫如雷贯耳啊 对这个大名 那腾泽先生呢 不仅仅是在日本 他是要名誉的棋圣 他是日本棋圣战的 曾经六连霸 是这个非常厉害的一位大骑士 不仅如此 他是我们中国围棋界的恩人 就是我们的这个 我的老师聂平 聂平老师 齐盛聂平先生啊 他自己就说 这个他的老师里面 他非常佩服的 非常敬佩的 非常敬仰的 其中有一位呢 就是秀行先生 秀行先生对于中国围棋界的贡献 是不可磨灭的 所以说他呢 同时也是一位这个 我们对中国围棋 做出巨大贡献的一位国际友人 那无论如何 这是我们 这两位都是我们非常恭敬的 这个前辈大师了 他们两个之间的对决 年轻时候的对决啊 非常的有意思 他俩之间呢 有很多的故事 那个以后我们再有机会 再给大家讲 今天我们还是先看棋 好 拉回来 我们再看看棋盘 这盘棋板田先生直白 我们看啊 开始 开局阶段的板田先生呢 可能大家熟悉了之后 都会发现他很喜欢下三三 尤其拿白棋的时候 他特别喜欢下三三 三三的位置很低 所以前面就捞了一些时空 那么这个时候呢 看上去你都已经捞空了 你还能攻谁啊 我们大家都知道 要围棋讲究这个平衡嘛 对不对 就是帝式 攻守的平衡 那既然白棋 已经捞取了很多的这个地 那么相对来说 黑棋呢 就应该获得的是士 确实是 黑这三个棋子走在外面 但是 拿到地的时候 是不是就不能采取进攻呢 也不尽然 这盘棋 板田先生就告诉我们 怎么样在自己前面 捞取实地的时候 同时保持对对方的压力 我还要进攻 对 好我们来看啊 进攻 首先第一个还是找目标 现在呢 这个地方毫无疑问 这是没法攻的 这个呢 三个棋子 我有脚再加一个拆 那毫无疑问 这是一个很厚的一个棋形了 这边黑棋三颗棋子呢 这是一个定式 这个定式叫做 黑棋叫做完全安定 这个字已经活了 简单的说 用大白话说就是活棋 那我相信各位也不会 这个叫做什么 脾气再不好 脾气再暴躁 应该也不会对人家的活棋 有想法吧 对活棋展开进攻的话呢 可能这个不仅仅是脾气的问题了 可能这个精神上 可能也不太正常 所以说这块棋 毫无疑问 不是进攻的目标 那么只有下面的这三颗棋子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先锁定目标 就是这三颗棋 如何进攻 这就是今天咱们本期的一个课题 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 这个三颗棋子实际上是很难进攻的 首先我们来说 想攻它是非常不容易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都走在外面 对 就是它这个发展 就是可以逃跑的空间 是非常大的 非常广阔的 比如说它可以朝这边逃跑 它可以朝这边逃跑 它可以朝天上逃跑 甚至呢 它可以朝地下去坐眼 所以说 这三颗棋子 看上去 是孤棋 但是你是极 想要进攻它是极其困难的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白棋如果在这边震头 当头一震 那么黑棋呢 就简单的向下跳 这个跳啊 不仅破坏了白棋子 在下面成空的可能性 同时 我们看黑棋在这个地方 隐隐约约已经形成了眼位 比如说你下一步再不走 它就在这一尖 或者它要在这边走的时候 这边可以拆二 先尖一个再拆二 黑棋子的棋形的弹性是非常好的 是没有办法进攻的 简单的说 这是没有办法进攻的 你要走在这种地方 这叫不痛不痒 用句俗话说 就是不痛不痒 那么黑棋很容易的 比如说它在这飞下来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了 这时候我们就画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是什么问号呢 就是谁攻谁 这个问题叫做 现在是谁在攻谁呢 我们来看 显然黑棋这两颗棋子 比白棋这颗棋子 要健康一些对不对 因为如果你再不走的话 那黑棋在这边简单骚扰一下 基本上就可以把你拿下了 或者是飞 因为它在这种地方 是比如说它这地方走一走 这靠一靠 都是绝对的先手 所以说 最白棋来说 这个进攻的方向是不对的 那么问题来了 该怎么攻呢 如果大家有一定的棋力的话 我还是希望就是说 我们在每次摆到一个棋形的时候 我们先自己思考 在我可能前面就分析 就是方向 进攻的方向 进攻的手段等等的时候 大家可以先自己去猜一猜 比如说像我们这种水平 可能完全理解大师的智慧 大师的思维 有一点的难度 但是我们不妨 向他的思维去靠近 向他的这种旗感去靠拢 我们向他学习 我们去争取努力的 去接近他的状态 我们相信早晚有一天 我们自己也会能达到 这样的状态 能够有这样的旗感 这是我们可以做的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可以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简单点说 就是我们可以去猜题 去猜一猜 怎么样 这题它到底会下哪 它有可能下在哪 对 好了 我们公布答案吧 白棋实战 飞点 仔细体会一下 请大家仔细体会一下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提到 这个时候我们看 飞点是什么意思 首先我们要解读一下 这条旗什么意思呢 毫无疑问 这条旗下一步 它的潜台词 就是你要是不走 我就把你分断 如果这个被白棋贴的话 我们看黑棋不像话 是不是 支离破碎 那这两颗旗子基本上就不能要了 对 所以说这条旗几乎是命令型 黑棋必须要挡 比如说你走这个也不行 反正你走什么我都冲断你 只要这两个 只要是白棋把这两个旗子 同时占据的时候 那么黑棋 很显然黑棋就没有办法联络了 所以说这部旗呢 首先它是一个命令 就是拿着枪指着你的 你必须走这个 必须挡 对 那么这是这部旗 飞的第一个意图 好了 这个不重要 这个拿枪描一下 这是咱们谁都会 关键是描完之后 他想干什么 接下来白棋点 对 这个就很重要了 这个点跟这个飞 这两步棋呢 是关联的下法 是相关联的下法 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个点的话 那么飞一个就是俗手 实战这个点 可以说飞了点 这是进攻当中的一个 就是一套非常华丽的组合拳 我们看它基本上也是命令型 如果因为如果你不在这个局部走的话呢 同样的道理 白棋冲 那黑棋这两个子呢 就是被白棋切断 就是基本上是没有活路了 这个还是太大了 这个死了还是太大了 而且同时白棋这一冲之后呢 我们看黑棋外面也伤了 这两个棋子也是极大的受伤了 叫做离死外伤 所以这是不行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想了 黑棋那这没办法呀 那我只有接上啊 对不对 那由于有白棋这两步交换之后呢 这个时候白棋再来震 这个效果就跟刚才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看刚才黑棋还说 这好像一身轻功啊 就练的一身轻功 我是下跳也行 上蹿也行 怎么着都成 但是对白棋这两下 这个就有点像是什么呢 有点像是把这个 黑棋的这个筋给拿住了 就是琴拿手 就把黑棋的这个关节 给他扣住了 黑棋的这个脚踝 踝骨给他锁住了 就这种感觉 你的什么轻功再好 使不出来呀 现在就是 就被人家锁住了 这怎么办呢 胳膊用不上劲 腿也用不上劲 所以说这是白棋实战 他飞了点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 也就是说 在对方看上去 我们再记一个翘诀 进攻的时候的一个翘诀 在对方看上去 很清零的棋子的时候 看上去没有办法进攻的时候 我们要先完成一个动作 再去进攻 就是我们说的 就是锁他的关节 就是我们要把他的棋 下重 用围棋术语来说 就是下重 比喻来说 就是说 把他的武功给他废掉 把他轻功给他废掉 好 我们进入到棋盘 继续来看 那么白棋震的时候 黑棋怎么办呢 如果像这样黑棋怎么办呢 刚才说黑棋往下跳 现在跳的 你还是可以跳 但这个跳 可以说就没啥用 白棋比如说连回来 这个时候 抱歉 对 黑棋接上 白棋再跳 对 这个看上去往下跳 但是实际上是没有起到作用 因为白棋先点了一下之后 你是没有眼位的 这个黑棋是没有眼位的 往下拐 同样的道理 他也不理你 他就往下跳 白棋的目的并不是说 这两个子都一定要要的 这个大家要注意 这个也就是 那就是另外一个极端了 他的目的就是把你的关节锁住 锁完了之后 他就已经达成目标了 你飞不起来了 不就可以了吗 你也拐 他就往下跳 同样的黑棋还是没有眼位 我们再看 如果你不往下走的话 往上跑 往上跑 刚才我们说 可以大跳 可以大飞 可以怎么着 这个时候你都要悠着点了 是不是 这个时候你要注意点了 你如果大跳的话 我这一靠 你是不是没办法收场了 如果你扳 我一退 这样这个断点和这个断点 黑棋是没有办法兼顾的 如果说你扳这边的话 这好像不太行 就白棋冲过来 打赤 白棋就跑 我们看这时候 白棋每一颗棋子都恰好 都是放在最好的位置上 这两个子 黑棋吃不掉 这样黑棋就崩溃了 所以说你这轻弓使不上 轻弓使不上 你只能小跳 小跳的时候 白棋再通过这种 什么当头棒喝 等等的手法 那样黑棋就变得非常局促 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一点 就是说 我们在理解什么是进攻 进攻的时候 最难以把握的 就是两点 一个是时机 一个是分寸 我记得在之前的时候 我也讲过 就是说进攻的时候 我们进攻的时机 是很难把握的 还有一点就是分寸 就是我们一定要记住 进攻并不是 攻并不等于杀 进攻并不等于吃齐 我们不是要抱着 把对方摁在地下 然后打死的这种心态 去进攻的 这个是错误的一种见解 进攻是要通过攻击 获得利益 是争取让对方变得很局促 争取让对方变得很狼狈 甚至丢窃气甲 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如果说我们今天谈的 如果是吃齐的话 如果是杀的话 那是另外一个课题 对 所以说今天咱们还是在谈进攻 那进攻呢 有一个要点 就是说我们要记住 掌握分寸 好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我们并不担心 可以去这样逃跑 因为只要你跑得慢 那我就可以去威胁你 占很大的便宜 看白棋这边 现在的势力就自然而然的 就形成了 OK 所以说呢 实战黑棋选择了反击 它是贴在这 这个贴的目的是什么呢 如果说你退 这个时候黑棋在接 由于有了这两招的交换 比如说你在进攻的时候 它呢 本身黑棋依然还是一个 很苦的一个气形 但是 无论如何 这两招的交换呢 把白棋这两个 把白棋这颗棋子 也变重了 就是说你在进攻的时候呢 黑棋同时呢 它就有了一个目标 它就有了一根救命稻草 有了一个抓手 就是有点这种感觉 我只是描述一下 这种感觉 形容一下 比如说 这个时候黑棋可以 比如说 它可以干一件什么事 它可以靠这个 寻求一个步调 你大概会顶 然后它再冲甩 这样的时候 我们再看白棋 虽然是在进攻 但是呢 白棋也要付出一定代价 这个进攻是有代价的 就是白棋下面的实地会受损 所以说黑棋实战这个贴呢 是一种反击 我们理解 它是一种反击 它不甘心 简单的说 这个时候黑棋 不情愿 很不情愿 被白棋这样攻 所以说呢 它要反击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白棋不能冲断 白棋如果冲断的话 这样黑棋 这个争子和这个争子 白棋是没有办法兼顾的 所以这个时候白棋不能冲断 白棋实战呢 当然它也不会简单的退 它实战呢 是贴在这 这个也是连贯的好手 记得我们刚才说的话吗 进攻的其中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呢 进攻不等于杀棋 攻击的目标是占便宜 是要获取利益 这个是进攻的最本质的一个目标 所以说我只要能获取利益 就已经万事大吉了 那么白棋贴 这个时候黑棋不能跟着长了 如果你再跟着长 这被白棋冲过来 一断 就白棋这个贴一下 先手把这边的争子防住了 所以说黑棋呢 只有防守 他搬在这 他选择的是搬这个防守 白棋搬 黑棋搬 白棋退 由于这个地方呢 黑棋还是担心白棋这种地方骚扰 比如说白棋点啊 点了一顶啊 这个黑棋很难受 如果走别的这被白棋冲过来 就受不了 如果你去委屈的去吃这个 大家看 哎呦或者是接在这 这个刀瓣舞啊 吃在这就是一个刀瓣舞 这个棋型太差了 然后白棋在外面打持 黑棋还是难免被 白棋继续进攻的这么一个命运 所以说走到这呢 没完 白棋这个走完了之后呢 黑棋还是继续要补齐的 实际上黑棋选择了这个贴在这 这是一种就是 怎么说呢 是一种态度吧 这是一种心情 就是说 不甘心 单纯的防守 听成这样 白棋抢到这个小坚 可以说 这个战役告一段落了 白棋通过这个飞 点 大家看啊 他实现了一个目标 我想呢 就是说 大家如果能够 记得我们之前 最初的这个问题图的 这么一个 局面的时候 局面的话呢 大家能够想象得出来 刚才的场景 刚才白棋这地方 只有一颗棋子 现在白棋 通过进攻啊 大家记住 通过进攻 是什么意思呢 白棋不是自己围的 他一手棋都没有浪费 他不是自己去 一个一个去围出来的 他是通过进攻 自然而然形成的 形成什么呢 二十多目的实地 同时这一间之后呢 也对黑棋的这个左上角 保持威胁 保持压力 可以说在这个局部的战役来说 白棋是非常的成功 白棋的进攻 收获很大 收获很大 像这样呢 应该说这个局面 已经进入到了白棋的步调 白棋取得了局面的优势 这个 通过这盘棋的这个案例啊 我觉得 让我们能够有 还是对我们有很深刻的一个启发的 就是在进攻的时候 我们往往是抓不着 就是方向 摸不着头脑 为什么呢 是因为对方的这个棋子 可选择的可选择性太多了 就是你需要去控制的方向太多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完成一个进攻的前提 我刚才说过 这是一个翘诀 板田先生在教我们一个怎么样进攻 进攻的前奏 这盘棋实际上是在给我们演示进攻的前奏 是什么呢 大家记得吗 是先要把对方的棋形下重 先把对方走重 先把对方的很多的方向给他堵死 或者说呢 我们刚才用一个形容 就是要把对方的这个关节给他锁住 让他的轻弓使不出来 让他的武功没有办法施展 那这是进攻当中 今天我们学到的最重要的一个窍诀 好的 那么今天的内容 就我们一起学习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